大家好,我是小凯 这节课我给大家讲一下颜色和样式 其实在前面的课程当中 我们已经对我们画的图进行过一些颜色的调整和一些线形啊 典型的一些调整 但是这节课呢 我给大家系统的梳理一下 在Python里面如何调整图形的颜色 如何调整的线形 如何调整它的点形 这样大家在运用这些调整的时候 能够更游刃有余 好,看一下课件 首先呢,我们先讲一下颜色的调整 调整颜色呢 最基本的方法呢 是用它的内建的颜色的名称和它的缩写 比如说你可以用blue 来代表蓝色 然后用green代表绿色、红色 然后青色、紫色、黄色、黑色、白色 在pass里面呢 总共就有这八种内建的颜色缩写 我们来写代码试一下 我们先生成一个数组 最开始我们什么都不调整 我们可以看到它默认的颜色是蓝色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进行颜色的调整 我们打开课件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它有八种颜色 我们先挑绿色 green 好运行一下 可以看到它是绿色的 然后green它的缩写呢 是g 所以说我们可以直接写g 这样的话更会更方便 这样运行出来也是绿色的 除了用这种名称的方式来调整颜色之外 我们还有其他的方法 还有三种方法 这三种方法呢 第一种呢 是直接就是灰色 但是你可以调整调整它的灰度 然后第二种方法呢 是用在html里面最常见的一种16进制的颜色表达方法 然后还有一种呢 是用rgb圆组的颜色表达方法 我们把这三种方法都尝试一遍 我们先用灰度的方式 比如说我在这里如果直接写上一个数字的话 那么它画出来的线就是一个灰色的线 并且呢 这个数字是代表它的颜色有多深 然后我们再用16进制的方法 这里我随便写上一个颜色 然后我们再用圆组的方法 用rgb圆组 好为了区分开这些线呢 我们都给它一定的位移 好我们运行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画出来的四条线 然后每一条线呢 就是代表了不同的颜色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最下面这个线呢 是代表这个绿色 是代表这个绿色 然后上面这条线呢 就是这个灰色0.5 灰度为0.5的灰色 然后这个呢 是个紫红色 然后再上面呢 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深蓝色 有点带黑的一个深蓝色 好 现在大家可能会有个问题 比如说如果我想用这种16进制的 或者用rgb的形式来自定义一种颜色的话 那我们怎么知道它这个颜色的代码是多少呢 这个很简单啊 在网上呢 有着大量的可以去查颜色的的这种工具 我们随便点开一个看看啊 我们输入颜色代码 百度一下 然后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查询颜色代码的工具 基本上随便点开一个都可以很好的用了 你既可以 比如说你看在这里面 你可以挑中一款自己需要的颜色 然后把相应的代码说上去就可以了 好 到这里颜色就讲完了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点和线的样式 在讲点跟线之前呢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之前画的图 可以看到啊 这个里面呢 它只有一条线 它上面并没有标注出点的位置 但是实际上呢 我们这条线的生成是有点生成的 因为我们的Y值呢 它只是一个离散的变量 所以说它应该是有点的 但是这里面并没有标注出来 因为这是默认的效果 在后面呢 我们会把这些点用不同的形状表示出来 好 我们来写一下代码 我们把Color直接改成Marker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Marker有很多种 然后我们任意的挑几种 尝试一下 第一个是O 实际上这个Marker不一定要写 因为当你写它的参数的时候 因为它的参数是唯一的 所以说它能够识别 因为这个 这个D对应的只有Marker 所以说它能够识别出这个D 就是对应的Marker这个参数 所以说我们不用再写 同样的 我们把它全都删掉 好 我们现在任意的选了三种点 好 我们运行一下 好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运行的结果 然后大家可以发现 第一条线呢 也就是对应的这个O 它是一个圆点 然后第二天的 第二个呢 D对应的是这种0型 然后第三个的是这个 到三角符号 对应的是三角形 然后P呢 对应的是五边形 然后大家可以发现一个现象 除了第一条线之外 其他的是没有线段的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观察可以发现 因为这个里面呢 我显示指定了Marker 所以说呢 它这里有了线段 我们可以再尝试一下 看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在这里也加上Marker 然后运行一下 可以看到 这条线上呢 也出现了线段 就说明了 如果当我们显示的指定Marker的时候 它是会默认画出线段的 当我们没有指定Marker的时候 它默认只是画出一个点 然后另外呢 我们还会观察到一个现象 就是说 虽然我们这里没有指定它的颜色 它仍然是显示了不同的颜色 从蓝色 绿色 红色 然后青色 这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在MatePlotNib里面呢 当你使用不同的点的时候 它默认为你是要在同一张图形当中 画不同的数据 所以说它会自动的把它显示为不同的颜色 以便更好的区分 其实细心的同学可能会发现 这个颜色的排列的顺序呢 其实是有讲究的 蓝色 绿色 红色 青色 这是什么讲究呢 我们可以看我们之前的颜色 在这个颜色 它有八种内建的默认颜色 其实呢 它就是按照这个顺序排列的 可以看到 蓝色 绿色 红色 青色 好 我们再回到点根线的样式 它这里点的形状有很多种 有23种 所以说 所以大家可以随便用啊 然后我们再讲一下线形 线形呢 它比较少 只有四种线形 然后我们现在来尝试一下线形 我们这里就直接删掉 然后第一种线形呢 是虚线 然后第二种呢 是点画线 第三种呢 是点线 然后第四种呢 是默认的实现 我们运行一下看 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画出的图形 为了效果更好一点 我放大一点啊 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根线呢 它是虚线 然后第二根线呢 它是点画线 也就是点跟线段交叉的一种线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纯粹的点组成的一根线 然后第四个呢 就是我们默认的一根实现 好了 到这里的这三种可以调节的参数 到这里就讲完了 现在呢 我再来跟大家讲一个非常有用的技巧 压轴系啊 是什么呢 就是样式的字符串 样式字符串是什么呢 它其实是用一个很简单的字符串 来同时表达颜色 线形跟点形 这三种参数 这样的话 我们在写代码的时候就会很简单 而且这个样式字符串的写法呢 也很简单 它就是第一个就是颜色 比如说C C 我们对应的就是这个Sign 然后这个X呢 就是对应的点形 然后这后面呢 就是对应的线形 我们只要把这三个参数依次排略 然后再写在Plot里面 就可以实现这三种参数同时表达的效果 我们来试一下 第一个参数CXX 减减 然后第二个参数KP 然后第三个参数MO 好 我们运行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效果 可以看到这三条线 它们的线形颜色和点形都不一样 通过这种方式呢 我们就可以很简单的去调整这三种不同的参数 好 今天的课程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然后我们来讲一下课后作业 课后作业呢 就是需要大家绘制两条线 第一条线呢 是要红色 然后实现是圆点 然后第二条线是黄色 虚线 三角形点 今天的课程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